我们就会问 茂林博物馆是建在后驱病房上的 那么茂林一直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车子继续往前开 左前方有一座风土堆 很多人 右前方啊 你们的右前方 有一座风土堆 很多人以为它是一座小山 小山丘 其实呢 它是人工堆砌而成的 叫风土堆啊 它呢 就是被以为东方金字塔的茂林所在地 因为没有开挖 没有什么实质性对外展出的东西 茂林博物馆呢 建在后驱病房上 是为了保护它大型的石雕石刻 那我刚才又说它叫风土堆 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朝代它建林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例如秦汉时期 秦朝和汉朝呢 就是风土堆 就是说如果要在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地方级别的一个领部的话呢 只要风水好就可以了 风水好的前提下 然后呢 开始开凿建造地宫 好了 右手边呢 咱们把这个窗帘都拉开啊 那么这个呢 叫风土堆 只要风水好 然后呢 在这开凿建造地宫 地宫建造好了以后 把其他地方的土运到此地 覆盖到整个地方的山方 硬生生地给它堆出一座山 这个叫风土围堆 风土围堆的代表是秦汉时期 像我们去过冰发涌的话 就知道秦汉时皇帝灵是这个形制的 还有我们咱们现在左手边的汉武帝茂灵也是这个形制的啊 还有一个建林的形制呢 就叫做依山为灵 什么叫做依山为灵呢 就是说 如果要在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地方级别的领部的话 首先前提必须要风水好 风水好的前提下 一定要有山必有水 山呢 一定是要有自然形成的山 就着这个山 在山的地表面以下斜着打下去 开造建造一个地宫 这个呢叫依山为灵啊 依山为灵呢 是我们下一站的堂潜灵 参加了茂灵景去以后 下一站呢 我们往潜灵方向走 我们说每一个帝王灵景 它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一个陪葬墓 对吧 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茂灵服务馆是建在霍区兵墓上的 霍区兵墓的左后方还有魏清的 曝光的 金币币的 那么总共茂灵有五个陪葬墓 现在呢 还有一个在哪呢 我们车子的拐过弯以后 正前方弯过去 远远地弯过去 还有一个浮土堆 李夫人的墓 对 李夫人的墓 那么按说这个汉武帝它有好几个宠妃 为什么只有把李夫人的墓放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 跟这个墓的主人是有绝大关系的 李夫人既聪明又漂亮的一个女人啊 那么李夫人是怎么样成为这个汉武帝的宠妃呢 车子滚滚滚以后 咱们的左手边 远处那个比较高的虎堆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说到汉武帝刘车呢 他是一个爱江山又爱美人的人 当到他后期的时候 他的这个陈阿娇被他打入冷宫 魏子夫年老色衰 那么他当时就想要一个极年轻美貌 又聪明的这样一个女人啊 当时的李延年宫廷月是李延年是李夫人的哥哥 他就写了一首诗 来把这个李夫人引荐给这个汉武帝 这首诗可能大家都听过 那么叫做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在得 是吗 后来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成语 形容一个美女 一个女人特别的漂亮 就是清国清城 其实呢 就是从此而来了 那么一下子呢 一举成功 把他的妹妹李夫人引荐给了汉武帝流车 汉武帝呢 也是非常的喜欢 那么他呢 可以说一人得到几传升天吧 他生的儿子当了皇子 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享受了这个 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包括他的弟弟哥哥都当了将军 在他离皇后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不幸生病了啊 那么他生病 而且还是重病 即将不久于人世 那么 汉武帝呢 因为之前非常喜欢他 惦记他的美貌 就在他生病七千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探望他 但是这个李夫人就特别的奇怪 每次当去看他的时候 汉武帝去看他 要不然以被子蒙住脸 要不然以沙巾遮住面 那个先生 我都不会讲了 你这举个相机 对对对对 你是幸福亲切的 反正呢 就是不让这个汉武帝见他的真容颜 汉武帝呢 非常的生气 浮信而去 而这个李夫人也是掩面而泣 独自伤心 那么这个李夫人的姐姐就斥责她说是 嗨 根本就会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